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礼服质感也太好了吧 说实话 你不会是吃巨子买来的吧 开玩笑 我怎么可能会那么有钱 不过这件衣服的品质啊 倒是不错 你就放心穿出去吧 等到时候啊 到了那个宴会厅 绝对的咽鸭群方 我可没有想着咽鸭任何人啊 不过 还是谢谢啦 先不跟你说了啊 请进 梅姨 锦夕小姐 有人来取慈善拍卖会的捐赠品 就放在化妆柜抽屉里 项链盒子的 去拿吧 好 怎么了 看到我这么紧张干什么 没有啊 没有啊 这盒子里面什么东西啊 该不会又是某些人送的礼物吧 才没有呢 才没有呢 是安安送的 慈善晚宴的礼服 你朋友的审美还不错嘛 那是 不过 我不想让她替我花那么多钱 这件衣服质感还不错 说明挑选的人是用了新的 你没有其他礼服可以用 不如就收下呗 你怎么那么了解啊 好像跟你买的一样 收下就行了 费这么多话干嘛 我去趟卫生间 这件衣服 你不试一下吗 这个衣服 慈善晚宴 我去不了了 你找别人陪你去吧 你找别人陪你去吧 为什么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就是去不了 我去不了解 喂 喂老大 现在是下班时间 我很忙 没有时间 希望你长话短说 短话不论 算你下班 伤心 这有点不太够意思吧 三心 老大 为你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啊 说吧 你说 如果女生突然发火反悔 说出去的话 全部推翻不承认 而且还脸色蜡黄 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 是什么病 没病啊 扣你实信 就是没病 你不会这么大个总裁 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不知道什么 他姨妈来了 锦西没有姨妈 老大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逗我玩呢 女生心慌气短 挨发脾气 碰不得摸不得 不就那几天吗 你快要继续 还这么大的 在这个里面 你还觉得 自己刚才不在意 还没什么 你还在意 你还在意 何简欣 我实在没有力气跟你吵架 让我好好躺一会儿吧 需要我帮你吗 你帮我 怎么帮 我胃痛的时候你照顾我了 现在你难受 我也应该照顾你了 等我一下 这个怪人 他又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最有用 所以我把家里面能找到的东西 全都拿过来了 这么多 我 我看网上说 这些东西都有一点用 放肚子上 虽然最要用的是止疼片 但是为了身体着想 还是憋尸了吧 没有想到 不可一世的花言总裁 还懂得这些 当然了 虽然我没有怎么照顾过别人 但是这些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还是懂的 对了 刚才 在厨房上了些热水 听说 在里面放些姜片 会觉得暖一点 我放了几片 也加了些红糖 来 尝尝 好 怎么了 烫啊 辣 辣 姜片 辣 是唐方少了吗 怎么了 太多了吧 又 又多了 那我还是重新给你烧一会儿 别麻烦了 就这样吧 来 怎么样 甜 咱吗 咱 那 咱 有意思是